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田泰安、巴道、班德麗、霍雲星、賀冥年及希威森八大師傅 都獲發2023至2024年度馬季的全季馬會騎士牌照 而嘉里、艾杜拿及一位南非新騎士董明朗 將會獲發半季馬會騎士牌照 有效期由2023年7月17日開始 到2024年2月12日為止 不過近期備受歡迎的大文高就沒有申請下季牌照 前翼基金的董明朗現年30歲 以南非得班為拆騎基地 目前在南非騎士綁到搖搖領先 他累積贏過7場一級賽 包括今年接連攻行南非打比 總理冠軍挑戰錦標 以及飛行冠軍錦標3場一級賽 累積頭馬超過1200場 包括近50行的黑體賽事 而至2016至2017年度南非馬季以來 董明朗已經錄到單季贏超過100場頭馬 最低還可以做116磅上陣 現時駐港南非騎士有霍雲星和希威森 加上董明朗 又看能否跟奧紐幫咬手瓜 至於本地騎士方面 蔡明肖、何則堯和梁家俊等八位本地大師傅 繼續獲發自由新騎士牌照 但榜上沒有王浩南的名字 以美他和王俊以及黎凱雲的騎士生涯即將告一段落 相信都會齊齊轉到幕後發展 另外鍾翼禮和王志雲都繼續獲發建集騎士牌照 這樣屈指一算的話 下季初大概有21位騎士可以被蓮馬斯選擇 至於蓮馬斯方面 除了下季開倉的廖康銘和毛韋傑外 以下19位現役蓮馬斯已經獲得續牌 當中並沒有包括何良和鄭俊偉 事關他們還在吊鹽水 排位會提到如果他們兩位在原季前第三度不達標 就要跟委員會陳述理由 大概就是可能講解一下為何近三季成績這麼差 又為何自己還值得馬會繼續向他們發牌呢? 總而言之就是馬會沒有說死話 就算不達標就一定沒有牌 另外排位會都確定 審習成符合65歲後的續牌標準 而只要繼續符合馬會制定的標準 成哥可望練到2029至2030年度的馬跪 而蔡悠漢亦符合年屆70歲後的續牌標準 只要繼續符合馬會制定的標準 蔡神仙可以練到2027至2028年度的馬跪 目前最少下季會有21個馬房 若何良和鄭俊偉帶布南哥 下季就會去到23路兵馬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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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